香港迪士尼乐园正式开幕 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和行政长官曾荫权 一起主持揭幕仪式 乐园已经开放了五个半钟 开放时间会延长到夜晚的十点 在第一日有接近一万六千人入场 秩序是大致良好 但间中就有人投诉 只有人打尖 我们的采访队会继续在乐园内的明日世界 瑞公主城堡等等 是为大家报道最新的情况 先跟明日世界的陈佩盈谈谈 佩盈,今天玩机动游戏 需不需要排长龙? 在明日世界这里一直都是人头涌涌的 玩机动游戏都是要排队 好像飞越太空山那样 可以说是最受欢迎的游戏之一 排队平均都要排一个小时 即使拿了快证 有市民也说都要排15分钟 不过在下午4点 飞越太空山就一度停顿了5分钟 原因是有一辆车格乘客 因为用了较长的时间去下车 所以他骑后的车就基于安全理由停了下来 不过迪士尼就强调这个不是故障 现在已经回复正常了 很多玩完机动游戏的市民都说 觉得很刺激、很兴奋 至于游客入场的情况是怎样呢? 就由吴雪文报导 等了这么久都是等这一刻 他们沿着美国小镇大街 回向各个机动游戏 希望玩个痛快 我不要拥有我 不要拥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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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四个人 我们分两组策略性行动 为什么拥有我 就是两个排队两个拿 反正反正 刚刚这段时间 为什么要跑过来 因为这里经常坏 那你吗? 希望早点回答就不用坏了 部分浮络完玩的市民都经过识心打扮 当然兴奋了 这么开心 热也值得 第一天 第一天在香港 全世界最开心的地方 香港人只会骄傲 准备养我的身体 健康一点 有能力一点 一二三 进到乐园 跟米奇米离合照 就当然少不了 大排长龙都在所不计 好的 谢谢 排队 排队 不过巴士光连 就控制不了打尖的场面 不行 这个时候 都没有人管理 这些人又在不排队拍照 打尖 有很多人打尖 打尖 有很多人 观光火车 亦由于太多游客 部分人上车都要被逼下来 火车延迟了8分钟才开出 虽然有不满 但这个等了6年的香港迪士尼乐园 仍然为不少人带来风啸 无线远事机者 无线远达到 只玩游戏 市民已经花了不少时间了 所以乐园就宣布 将今晚的开放时间 延长至晚上的10点钟 我们两位同事 吴仙營 现在就在瑞公主城堡那边 仙營 对乐园的安排有什么看法 大部分游客 对于迪士尼乐园延长 这个开放时间都表示欢迎 他们说乐园 今天中午1点才正式开放 实际玩到的时间 比平日少了几个小时 可以延长开放时间 可以令到他们 多些时间玩机动游戏 所以听到消息都很开心 说回今天开幕日 1万6千个进来的游客 什么人都有 有来自本地的一家大小 也有自由行的旅客 有人来庆祝生日 也有人来求婚 长城有方东星报道 第一日来迪士尼 陈生陈太一行十几人 第一时间感受到 什么叫做迪士尼热 小小热 都不怕的 挺好玩的 一定要来的 你人不单止是迪士尼的大日子 还是陈生陈太对孖仔两岁生日 他们一入场就有礼物收 好 生日快乐 谢谢 生日失败了 吸取试玩 又其他人排长龙的经验 他们舍难取疑 15分钟内玩了比较冷碗的咖啡杯 和小红维尼之旅 带来小孩来 自己又想玩 唯有分头出击 我带你个水给你了 你带他再玩一次 完成圣祭力点任务 还有更重要的任务 跟着就要喂奶了 只有半天玩 为了争取时间 小孩有得吃 带人就继续挨肚饿 看巡游 欣赏表演 总括而言赚多个碳 加多些斟水的地方 可能洗手间会加多些 方便的游客 有不够地方 给我们拍卡通人物 不单玩游戏要精心部署 求婚也要识心安排 默先生就选了这一天 向在迪士尼做事的女朋友求婚 99多玫瑰 诚意加上创意 终于成功 今天迪士尼开幕 救了Memorable 他们都说这天永远难忘 无线电视机就在方东星角达 迪士尼中午1点正式开放到现在 已经是六个多小时 对于首日的迪士尼的高层表示满意 你们知道我们的票幸远就买了 一点钟开门那时 大家都等级冲了来 所以这个六月已经满了 大家都玩得很开心 你们知道我们买了16000张票 迪士尼中午1点开放到现在 已经五个多小时 大致运作长迅 而今晚的九点钟 这里就会有一个烟花的会演 相信晚饭过后 大批的游客又会再次聚集 在瑞公主城堡堡这里 希望占据有利位置来看烟花 在这里报道那段 将时间交给你了 李俊 谢谢 我们再看迪士尼乐园的情况 蓬佩洛现在是在美国小镇大街 对了 开始天黑落 还有是不是很多人了 主要我们看到有部份的市民 已经准备离开了 其实玩了一个下午 加上今天天气又闷又热 不少人的样子都是非常疲 非常热的 不过他们都很开心 因为手上都已经拿着 大袋世代的纪念品 今晚迪士尼乐园 就会延迟一个小时 到今晚10点才闭馆 但是烟花就会依旧在9点钟赞放 报道是这么多了 交给你赵凯珠 谢谢 香港迪士尼乐园 一共花了六年的时间筹备和兴建 在今天终于开幕了 新闻结束之前 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 这个奇幻的旅程 现在要转到奇妙体验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先看照片吧 很漂亮,漂亮嗎 很聰明,謝謝 小心點,你先看照片給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